更多的朋友如约而至 声称多达一百五十个国家和地区共襄盛举 五号在上海举办的禁博会 实际上出席的西方大国领袖只有他 走在习近平后方的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 但现在却传出就连这个面子 也是用钱买来的 抓紧落实马克宏总统这次访问期间 双方在核能航空航天等领域 达成的新合作共识 马克宏三天访中期间 签订了一百五十亿美元的商业合约 除了各大领域的合作 还有二十家法国企业 获准向中国出口禽肉猪肉等产品 此外巴黎圣母院的修复 也打算找来中国合作 根据这份文件 中法双方将在二零二零年 确定巴黎圣母院 保护修复合作的主题 模式及中方专家人选 但欧洲中国商会调查 去年外企签订的商业合约中 有高达半数没有履行 法国能否拿到订单 还要打上问号 但马克宏在谈到香港问题 却已经懂得信鸟淡血 香港问题马克宏柔信劝说 贸易战则明显和北京一鼻孔出息 美中嫌隙让法国见缝插针 只是砸钱买牌场 和习近平所说的大国风范 恐怕是天差地远 三连新闻上的报道